我们的采末艺术在台中已经耕耘了十几二十年 那也办了第十五届的采末艺术节 而且第一次到港区来 那为了到港区来 我们这个黄会长跟我们的同仁也一发所想 把这个鱼让全世界的艺术家来做发想 那有征集到三十亿个国家 一百六十七位艺术家的两百零五件作品 民众可以从这个作品里面了解到 以采末这样的一个技法或这个材料 可以创作出非常非常多样的鱼类的一个想象跟作品 所以这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个结合 那我是希望我们民众能够把握机会 在我们这个礼拜天开展之后 将近有四个礼拜的时间 可以到我们港区艺术中心来欣赏 我们第十五届的这个采末艺术节 这一次到台中港区艺术中心来参观 鱼类的这些作品的话 会让很多观众或者艺术家 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甚至会启发到很多你可以做一个艺术家 好好去创作去募助你的家庭 这是采末艺术最大的一个生活艺术化的一个 主要的追求的一个目标 那如果你用采末这种理念 用我们竞选用的这个户柜筹的布 来做共同的媒材的话 它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所以它能够继续集办 也就在我们媒材的改变 我们的包容性非常的广 创造线更是沉重